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5号星期五 我们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前两天一个朋友的自行车丢了 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 坤轩 还跟了他三年的山地自行车 没了 也提醒大家 现在到年底了 很多没钱的菲律宾人 想过年 怎么办呢 只能是出来偷点东西 弄两天花钱过年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年底的时候 注意自己的财务安全 当然了 如果是碰到这个抢劫的 对吧 或者是这个比较危险的事情呢 大家还是要保命 对吧 这个财嘛 钱嘛 身外之物 没了还可以挣 但是生命只有一次 所以呢 真要碰到一些特别危险的事情 大家还是要先保命的啊 说到这个自行车啊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比较可乐的事 怎么回事呢 就是前些日子不是去趟苏雾吗 然后呢 这个被台风困到这个苏雾之后啊 我在这个奥斯洛布附近啊 这个徘徊啊 正在寻找能回我们岛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啊 路过一家商店啊 居然发现了两辆自行车 这两辆自行车啊 这个标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共享单车 我操一看我都懵了 关键还是中文写的 一看就是国内的那种共享单车 好像是哈罗单车吧 就在一个那个临近码头的地方停着 我真是让我万万没想到啊 后来我给他拍了个照片 后来呢 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啊 然后呢 我说好惊奇啊 对吧 这居然有共享单车 有几个专门这个导货的朋友就跟我说 嗨 说庞哥 你这这共享单车怎么来的吗 我说怎么来的呀 其实国内有很多这个共享单车的公司 不是已经没了 倒闭了吗 但是车呢 还有好多 对吧 然后浪费了 也是浪费了 有一些人呢 就专门扫了这些共享单车 然后扫完之后呢 没什么毛病呢 就运到菲律宾这边 然后呢 再以4000匹一辆的价格 卖出去 卖给当地人 这样呢 反正呢 自己也挣了钱了 这价格卖给菲律宾人也不贵 挺便宜的 挺合适的 菲律宾人呢 也愿意买 这也叫双赢 好来我一听 确实4000匹挺便宜的 我当初刚来菲律宾的时候 买的那个自行车 没有车框 没有导泥板 没有车粒是8000匹 后来把这些东西都装了 这车呀就1万匹了 那是很贵 还是台湾产的 后来是随着时间推移吧 到现在呢 1万来匹呢 应该是差不多能买一个 变速的山地车了 但是那时候 你想我15年 16年过来的 那时候8000多匹 也是值这样钱的 对吧 那自行车是老贵老贵的了 但现在这么一贵 单车虽然算不上新吧 4000匹 还真是挺便宜 挺合适的 我觉得这生意呢 也不是不能做 反正呢 只要你拿了这车呢 不侵害别人 就是这个 贡用单车的 这个公司的这个资产 对吧 那我觉得这种费用利用 还是可以干一干的 还是可以干一干的 万一拿到菲律宾来 你还弄一个红包车呢 你试着骑回国内去 没准还给你200块钱红包呢 是吧 抱不齐的 对吧 当年没少 耗那个墨拜的红包单车 我记得最多耗过50多钱 然后呢 耗了仨月吧 从我买单车上耗了2000多块钱 所以呢 你在这能够供养单车呢 没准扫码 挖回旗 还能拿200红包 也挺也挺不错的 也挺不错的 得了 就跟大家扯在这吧 让我们再继续扯到菲律宾的事